好,打正,好,OK,來,來,來,好,停,OK 我已經要比賽了,然後現在是在我的車上 然後我的車壞了,有很多東西還沒有好 角度的套件,懸吊,波輪,引擎 沒有一個是好的,彩繪也是不好的 我們離開這邊好不好 我覺得要轉換一下心情 去找一點不一樣,我已經受不了了 今天換個心情,我們來到台中這個地方 我們帶大家四處去走走 那趁著備賽的空檔呢 我想,我遇到的煩惱就是 我的車啊,想要設計不一樣的彩繪 所以今天我們帶大家來找一點靈感 所以今天趁空檔的時候,我們帶大家來 Nissan的展間 因為最近有推一台特試車 我們來參考一下,它是怎麼做 可不可以給我一些靈感 讓我放在我的URX上面 或者是我的比賽層上面 好,我們趕快去看看,長什麼樣子 我有收到新聞稿,但是我人不在台北 那個是自己改的還是原廠的,不是吧 外面貼的喔 哇,我覺得這樣好像有點太多了 我們去看看新車 哇,這台應該就是這次推出的特試車 Kicks 喔,原來實車是長這樣 好,這台 這台是XL,它也是特試車 然後這一次,據我的了解 特試車應該是為了這個 這次原廠有做了一個異業的合作 因為最近蝙蝠俠的電影上映了嘛 所以夜行版喔,我覺得就有點像 賓士或BMW,有時候會有一些什麼夜色套件啊 黑化套件那種感覺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XL,它用了一些黑化的套件 但是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 XL,前面有夜行版套件 它是有空力套件的 但是現場展車是沒有的 我覺得蠻可惜的 多了VMotion的試蓋 還有,迷黑的空力套件 迷黑,看到這個迷 男生都很有感覺 我看一下Kicks 它一樣做了VMotion黑化的一個處理 下面防光材質也做了黑色的 再來,黑色的透視鏡蓋 黑色鋁圈 貼紙 Batman 你們知道編蝠俠超能力是什麼 超有錢 對 What are your super powers again? I'm rich 還有黑化的行李架套件 上面鯊魚騎也做了黑化 懸浮的車頂 這個都蠻到位的齁 然後後面的話 尾翼 這邊 原本銀色的 也做了黑色烤漆處理 好,那當然我們都來一趟了 購車資訊一樣提供給大家 幫大家顯示 在這個螢幕上面 大家可以參考 不管是Kicks還是X-Trail 它推出的夜行版 都是在自行款為一個基礎 然後去衍生出來的款式 它的價格我看一下 Kicks是一樣的價格 就是81.5萬 就換新是76.5萬 那X-Trail的話 好,夜行版也是一模一樣的 價格都沒有變 所以 合理的推斷 是不是加這個 等一下我們問到的 應該不會太貴 是這樣嗎 這個邏輯是對的嗎 好,不管 我們就出發去找答案吧 如果今天OK的話 我們就把車改起來 好不好 我們去借車 借起來的車改起來 不是要借自己的車 我們不是有開車來嗎 走走走 欸,你們邏輯錯亂啊 不要改錯車 改完之後 好開心 結果開回來 怎麼貼人家的Kicks 那如果現在買這個 然後去看 蝙蝠俠電影是免費 好像也不錯 這應該跟 《閨魚之夢》是一樣的 你帶完這票盤有時候 可以帶下一票盤 那X-Trail應該要出七人座 小花你看 電子後視鏡耶 我跟你講一個小故事 這個東西喔 不要去外面亂改 你知不知道熊子改了一個這個 我知道 你知道他裝了一個品牌 叫什麼X- 裝完了之後 沒有多久你知道怎樣 就開始跳綠色螢幕 藍色螢幕 然後晚上拍不到 角度不對 你不要講人家品牌 幫我逼掉 不要擋人財路 你知道他裝了一個品牌 叫什麼X- 所以去外廠改 有可能 會有機會 你的電系會混亂 你的電系會有影響 再來就是保固的問題 出問題的你要找誰 然後保固其實多長 所以這個東西啊 在原廠整合它其實是最好的 那另外在駕駛起來的感覺喔 我覺得Kicks啊 大家應該算滿熟悉的 它推出有一段時間嘛 搭載的是直列四缸 1.5升自然進行引擎 自然馬力124匹 自然扭力15公斤米 整體來說 數據上是中規中矩 很明顯的 它就是一台 讓你在市區代步的車款 那它的設定啊 以及配備 我認為是很豐富的 例如說什麼電子後視鏡 或者是我倒車的時候 有360度環境影響 Apple CarPlay M3 Auto 或者是車道偏離警示系統 然後你很偵測系統 預防碰撞系統 針對行人的啊 緊急煞車系統等等 然後跟它競爭品比起來的話 我們先看什麼 HRV HRV有什麼配備啊 好 我們再來看CC CC的話它其實非常非常熱賣喔 對不對 但是在CC的這個圍攻之下呢 它其實它每個月交出來的銷量 也是滿不錯的 對不對 那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個 Kicks它有一個價格上的優勢 再來就是我剛剛講很重要 就是配備上的優勢 當然你說它有沒有劣勢 小赫它沒有劣勢 我看一下 它是沒有ACC啊 對 它沒有ACC 它那個好像沒有東西 對 它沒有ACC 我認為它在市場上就差一個東西 它就是沒有ACC 這個東西沒有ACC 但對於每個人來講 它的意義是不一樣 在購車之前 你都必須要列入詳細的考慮 給大家參考一下好不好 那另外Nissan的車 我最喜歡的就是它座椅 喔 座椅啊 喔 真的太舒服了 是沙發嗎 喔 對 是沙發 沒有錯 然後搭載的CVT變速箱 讓你可以在市區代步的時候 它那種沒有換檔的感覺 平順的感覺 是我們最近這幾天完全體驗不到的 最近這幾天 所以我認為 Nissan Kicks在市場上 為什麼可以一直攪出非常漂亮的成績 有它的原因存在 舒適在大小適中 價格合理 是讓它在市場上屹立不搖的原因 好 那接下來我們去買個吃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直接去找一下我要的答案 我們去自己加強 車外的外觀 去彩繪 或者是去貼模的話 要怎麼選 然後要怎麼樣貼 會比較划算一點點 因為畢竟我們都是普通人 我們都沒有超能力 所以我們要 步步為硬 小心至上 走吧 到了到了到了 就是這個地方 今天我要貼模 其實我也 我自己車也很想貼模 但我也很好奇 跟大家一樣好奇 我要怎麼選 除了顏色之外 有沒有什麼秘訣 品牌啊 品牌 如果我是消費者 我什麼都不懂 那你就挑 CM 這個嗎 就CM 改色模來說的話 那就變成說 中價位 低價位 高價位 對 那我要怎麼選 你要怎麼選 差別在於它本身材質的壽命 那你說它差的是壽命 壽命 壽命到底差多少 CM的話 大概就三四年 可是也要看你 車輛使用狀況 我是全室內車 還是全室外車 不一樣 那好假設 如果我不濕呢 我比較節儉 不濕會造成 因為我們貼模是要保護車漆 對 你不濕會間接造成破壞車漆的 不一樣 反效果的 因為它那個膜會咬在漆面上 太久了 你反而要撕除 沒辦法撕除 要破壞性的撕除 所以嘛 不要貪小便宜 對不對 不是喔 我比較節儉一點 因為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樣的想法 你說三四年 兩三年 那我一定要撕掉嗎 會不會是你畫素 然後我就要再回來貼 對我知道 我懂的意思 通常我都是 比如說我這台車貼 我跟你說三年就要撕掉了 你大概三年回來 我看一下狀況 我覺得沒問題 那你就繼續撐著 但是我說覺得有問題 那你就 我是盡力 就盡快撕掉了 只是說剛好回來的每一台車 你都覺得有問題 我不會啦 不會啦 好 你再幫我看一下這個Kicks 然後你再幫我想一下 如果我上述這些東西 我都要改成 跟這個一樣的話 要畫多少 這一塊 有的店家貼兩三千 也有貼四五千五六千都有 但是如果以這一塊我自己本身的話 可能是包到四千五 四千五 我們用實驗材質來講 對 因為它是整張料 一大張上去 好 那這一塊呢 這一塊是上下層嗎 下面的也有對不對 我先講我的好了 可能九千左右了吧 九千 不好貼 不好貼 因為這邊有這個凹槽 這要分兩張 然後下面又深 九千 這搞不好又有人貼三千四千也有 也是 也是 也是有啊一定有啊 你這樣講也是 這我不能批評人家說 便宜就沒好貨 搞不好人家便宜也很厲害啊 對啦 每個人做生意開出一個價錢 你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吧 沒錯 但是可能就是九千 對啊 這可能就是四千五 一萬三千五 這個呢 後照鏡喔 兩顆大概抓三千五四千五上下 可是這個相對用烤漆的最便宜 這個烤的比較方便 對 那烤漆大概多少 這個頂多一兩千塊而已 那變成說我到時候要改回來改不回來啊 不會啊 因為其實它就是塑膠殼 你搞不好原廠買也很便宜 因為它是塑膠殼 也是 好那算兩千 這個殼會跌 可以跌但是有人會掉 多久會掉 我也不敢保證 每個人使用狀況不一樣 我現在跟你說可以撐一年 但是搞不好它只有一個月 過一個禮拜都掉了 所以這個我要用烤的是不是 烤漆比較容易 那烤漆大概多少錢 這是十七吋 十七吋的話大概一咖兩千左右 那會不會容易掉 不會 因為我們是做粉體烤漆 不是一般烤漆噴漆那種 粉體跟一般烤漆 粉體它附著性比較高 比較強 所以兩千 對 二四六八 這樣就黑化了 這個呢 行李價 內層也有 一隻大概四五千 一隻四五千 為什麼這個那麼貴 是因為它有很多人人腳腳嗎 因為它這裡有 我說凹槽嘛 凹槽 然後再 它內層還有 一面 然後又有這個塗點 塑膠塗點 林大哥等一下 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嗯 我們用烤漆的怎麼樣 這個烤漆也是可以啊 對 我大概初抓啦 我不敢確定 因為不是我來做 我們是配合的 對 可能大概四千四五千塊 四五千塊兩隻 這個呢 唯一喔 一樣嘛 一樣意思就是角度大吧 呵呵呵 六千左右吧 五六千 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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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塊喔 這塊便宜多了啦 兩千塊上下而已 兩千塊 啊這個車側的呢 後面兩千嘛 然後左右兩側 三千就好了啦 好不好 所以這樣簡單弄下來的話 其實我發現要囂卡撐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因為這樣比較起來的話 你看它的價格啊 嗯 夜行版 它是用自行版去改夜行版 那價格是 那價格是一樣的 那我就直接買夜行版就好 我幹嘛還花這三萬多塊去貼你 不是因為有人已經買了 那如果我喜歡的話 我懂你的意思 對對對 是不是我就是說 我可以去做出一個個性化的套件 個性化的改裝 對啊 我覺得我們要幫 已買的車主去設想 對 然後也要幫我想要改的車主去設想 因為我現在有兩個需求 第一個就是說 我自己的車我也想貼 嗯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比賽的車 嗯 我要用貼的嗎 還是有別的方法 因為比賽車 基本上它就是一直碰碰撞撞 對啊 所以你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 就 卡點息的 卡點息的最便宜 大概要花多少 這個喔 這個我沒辦法跟你講 因為每一台車 想要做的才會樣式不一樣 有沒有個大概 大概喔 好 我偷偷跟你講 我的車是哪一台 我的車是那個 可能一兩萬 兩三萬三四萬四五萬多元 你這個也跟沒講一樣 這一台PIX你還講的比較完整 最簡單最便宜的 應該兩萬上下吧 搞不好一萬上下就有了 因為我可能只是貼上去撥一撥就好了 我連熱風向烤都不用烤了 不便宜 因為卡點息的其實剛剛聽起來已經很便宜了 但是因為比賽車是這樣 我可能只貼一貼而已 它就爛掉了 對啊 所以其實好像也很浪費 滿心動的 那這台呢 這台呢 我一直很想要有一個懸浮車頂 從這邊開始 黑色 在原廠試樣 一直到這邊 在做黑色的漸層這樣切削 我一直覺得這樣滿好看的 好 一樣隨便 這個大概 我們抓一萬啦好不好 兩邊啊 你說一萬可以全部完工嗎 沒有 好啦成交啦 那 車頂加尾翼 還有鯊魚旗 還有鯊魚旗 尾翼是總乘嘛對不對 還是只有中間上面這一塊 上面這一塊就好了 上面這一塊 那個9500 我發現 要小卡車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林大哥我再問一個問題 嗯 剛剛我們孤那台車 我自己的車 對 這樣貼 但是我在網路上有看到 有人在賣DIY套件 可以嗎 也可以啊 也可以 那有什麼問題我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在恐嚇我 沒有 你要說好貼也可以說好貼啊 因為我們沒有概念的人 對 你可能會覺得說 那就一塊東西我就貼上去就好 我們的想像應該是這個樣子 對啊一定的啊 我當時我學這個 我也是覺得 那麼簡單 應該學個幾個月就會了吧 那你學多久 學好幾年 哈哈 所以跟我們想像中完全是不一樣 就對了 對啊 那他遇到的困難到底是什麼 就我們一般人的麻瓜的想像 嗯 主要邊角收邊 再來動刀 我們是不是收進去要動刀 對 那我們自己DIY的人 我們力道肯定沒有辦法去拿捏 那你是不是又間接傷到你的車了 對 因為會割到嘛 對 雖然割到是裡面啊 看不到 對啊 因為收是收在裡面嘛 對啊 但感覺不太行 如果刮到也不太行 就看可以不可以 我就沒預送 我當然就是自己DIY 自己買個材料自己還回來貼 就享受樂趣過程 成就感 我貼好一塊引擎蓋 爽 爽 但是你看 貼好了 然後這邊有泡泡 這邊有石頭 對啊 顆粒嘛 這邊有顆粒 因為我以前大概有貼過 我想說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前製作業 前製作業可能沒有做好 車要洗乾淨 所以前製作業包含哪些事情 我們就先洗車嘛 對 要洗到什麼程度 洗到什麼程度 我們是連細縫都會清洗到很乾淨 深層清潔那種概念 那車側的這些砂屎需要洗起來嗎 一定要 一定要 柏油 柏油嘛 然後跑黏土美容 美容完再做鍍膜 我們才會再做貼膜 還要再做鍍膜 我們自己啦 我們自己的那個SOP流程 這樣就是這樣 因為在外面做 比如說大美容加鍍膜 其實 有車的 愛車的大概就知道 就幾萬塊去 幾萬塊也有啊 對啊 幾千幾萬都有啊 然後你再貼膜 對啊 這樣聽起來有點划算 好像突然有點划算 但是還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但目前為止聽起來 最划算的就是 原廠的有出你喜歡 最省錢嗎 最省錢 根本就不用花錢 就不用花錢啊 一老容易又不用 又不怕會不會掉啊 是 然後又有保護 對啊 好 謝謝林大哥 幫大家解婚 謝謝 我覺得大家聽了 應該也是 滿有想法的 上了一刻的感覺 好 謝謝林大哥 不會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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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 Kicks這一次呢 推出了合作的車款 夜行版 你不要把它當成是一台全新的車款 而是衍生出來的一個特試車 其實滿有意思的 經過我們今天的訪查 雖然以原廠的角色來說 它推出這些東西對它來說 成本一定會比較便宜 但是一定會多一道工序的 因為畢竟顏色不一樣 你要去改色啊 要去做一些加工 再加上它這個特試版喔 去做了蝙蝠俠的異業合作 勢必它一定要有授權金出現 所以再回頭看看它的車價 居然維持原價 這件事情我認為它是有誠意的 那現在年輕人也很喜歡去做貼模 去做一些個性化的一些改裝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個限量很可能 很快就會賣光光 好 這是第一個結論 我認為它的價格是OK的 再來我要提醒大家很重要的 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一些 個性化的改變的話 請記得一個很大很大的重點 模它是實體的東西 價格是可以被量化 唯有技術是不能被量化的 所以你會看到一定很多人說 那間店多少錢 那麼便宜 這間店多少錢 為什麼有些店特別貴 有些店特別便宜 這個回到我前面講 技術沒有辦法量化 請找到 不管你在台灣哪一個區域 請找到你信任的店家 而且你去看它的貼工 尤其現場如果有成品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些細節 它到底做得好不好 再決定要不要給它施工 然後再按照你的預算呢 去選擇你要的模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玩車 玩得很開心 我想這個是以上最重要的結論 幫大家整理出來 那至於我呢 Urx到底要不要貼 再讓我想一想好不好 畢竟最近呢 參加比賽 所有的預算 花得差不多了 但不管怎麼樣 最後我的比賽車 勢在必行 它是一定要貼的 但是之後 做成什麼樣子 我會額外地 再拍成影片 跟大家分享 好嗎 今天出來放風 溜一溜 感覺心情比較放鬆 再過幾天就要比賽 請大家祝我好運吧 之後的影片 會陸續地上在全民風車霸 如果你對台灣的賽事 也有興趣的話 你對車也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全民風車霸 旁邊的小鈴鐺 記得打開 甚至我的IG 我的FB 我們LINE AD LINE社群等等 歡迎大家加入 跟我們一起參加比賽吧 OK 我是怡神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好啦 回去 準備比賽 放風時間結束 請怪物 車椅子